探索一厢他国的神秘趋势,记录不养的柔和形 养过乌龟的朋友们都知道,乌龟的爬行速度堪称是世界最慢的 其实这样说也并不是没有依据 因为当乌龟感觉不到身边有危险时 爬行的速度大约是每分钟0.003千米 所以在生活中,我们通常用龟速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速度有多慢 不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在国外就有只最与众不同的乌龟 这时乌龟凭靠着自己的爬行速度 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了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的乌龟 据了解,这时乌龟来自英国,名叫Wordy 它的外表比普通的乌龟一样 身上也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 每当受到外子的攻击时 Wordy也会一样及时地把头尾 以及身上的四肢瞬间缩回壳内 不过Wordy却有着自己的果龟之术 因为他曾经在2016年时 参加了世界级的乌龟短炮大赛 并且成功打破了乌龟短炮的记录 成为了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的乌龟 后来专家们对测试乌龟的速度做了测试 发现测试乌龟的爬行速度 每秒自然可达到了0.28米 这样的速度相当于是普通的乌龟的两倍 并且测试乌龟还可以在6分钟内 完成100米的爬行距离 爬行速度几乎突破了乌龟界的极限 而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Bordy 也成为了昏迷世界的一只乌龟 在乌龟界中也算得上是一只明星龟 访多人听说了Bordy的故事之后 都不明显来观看这一只明星龟 怎么样小伙伴呢 看完这个视频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这里 欢迎观众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